市長去趙紹康的網路專訪,後面的時鐘停在八點二十四分 外界解讀是否安示兩人2024會合作 這個都想太多了,我想那也是媒體的一個噱頭 你們不講我,我根本都沒有注意到 大家都很好奇齁,2024很有可能 被選總統,我的態度很簡單,我就一直做做到 我也沒有,我也跟人家說,我只有不選需要宣布,要選不用宣布 澳大陸我也不會強求,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我媽媽還特別問我說,你真的這樣想,我說是啊 我說人活在世界上也不用強求什麼,我說 這個人還是天決定,天決定 大衛不以自取 對啊,我們就照這樣做,你看我這幾年來我還是照我的態度做事 我也不會說太遷就,我就算了 我覺得是這樣啦,因為我畢竟幹過十七年 台大外科加護病房主任,我覺得他對我的人格已經大概定型了 就是說,他就每天看生死,所以他很自然 他就這樣走過去,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所以他們2020為什麼會猜錯,人家說 你選贏了當總統,選輸了再回去當台北市長 他就不會覺得說,我的邏輯跟他不一樣 我覺得可以改變這個國家不是當總統 我就說,政研法師對台灣的影響力絕對比蔡英文還大 所以何必呢 我跟你講還有一點,做人也要有盜意 我要是跑掉,北流北義大巨蛋三個全匯 北流北義大巨蛋三個全匯 所以我們還是該散後還是散後,把它弄完 那這三個什麼時候可以真的使用 北流北基地去年就開幕,南基地十月完全進攻 十月以後就可以開幕 北義也是大概明年四月全部爆軍攻 四月就可以開始試營運 大巨蛋其實我跟你講被卡太久了 但是我覺得也差不多了,坦白講都蓋壞好了 剩下那個地下道把它打通 就跟國父紀念館那個道 這故事很多啦,我跟你講,其實我也是被卡很久 那不好意思,我們在代表網友在提問一個就是 大家很想知道就是,其實市長是做到2022嘛 那市長2022卸任之後,你下一步想要做些什麼? 其實我跟你講,你202212月25日卸任 離下一日總統大選才13個月 現在過個年就差不多了 我態度是這樣,我們就這樣,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行就行不行就算了,我們就這樣走完 把該做的事做完,這樣就好了 人自然就好了 前陣有人在講藍白河,藍白河就有可能嗎? 我覺得看怎麼合啊,我不想怎麼合 矮一點啦 這種台灣的局勢變化實在太快了 所以有時候,常常到時候再講嘛 到時候再講嘛,我也覺得沒有什麼叫 這種藍綠,這種東西一天一天越來越淡 你覺得藍白河可能大,還是綠白河可能大? 我覺得都可能,沒有什麼都可能 也許慢慢的台灣,台灣就是說 其實這種政治意識形態,我猜會越來越淡 不會越來越厲害? 不會越來越厲害 其實這樣啦,民進黨故意挑起台灣的這種仇恨 台灣現在90%都認同,所以我問我叫台 統獨,其實台是公約數碼 現在人大都認為我是台灣人,這個大概 所以那種統獨,我說統獨是假議題 雖然是正問題,但是假議題 因為美國就講了,我去進口美國國務院 他就講得很明白 他說我們的底線是台灣不可以成為中國的軍事機率 他講得很明白 他說反正,統獨也不可能,所以他有個專有名叫Status Core 維持現狀 這其實我跟你講,有進過美國國務院的每個都很清楚 所以老實講,我對民進黨政府每天在搞那些 我就覺得實在是 那他明知道為什麼要這樣搞了 有選票啊 還是有票 有票啊,很成功啊 那反送中,要不是反送中,小英會贏得這麼輕鬆 有效啊,所以他樂此不疲 提出反送就有30%票打底多好 對啊,而且就是 所以我跟你講,其實台灣Status Core,維持現狀 這是不得已的選擇 大家都非常清楚 我們經過美國國務院跟國防部、國安會 每個人這樣問過 大家心裡都有數 所以今天這種操控其實沒有必要 我們新集結束 我們來自 surviv